大家好 相信用開手機的朋友都會對Siri 或者Google Now的Voice Search 這一類型的語音控制Apps 非常熟悉 而在Market那裏也有不同的Apps 發展出來 找我們用語音去控制我們的電話 但其實大部份的這些語音Apps 都有一些限制 例如有一個很普遍的 就是它會規限了一些字眼 一些字句 一定要你提出 它提供的字句 才可以開啟到不同的功能 有時候其實都很不方便 因為在控制自己的電話上 就沒有那麼自餘 所以今天想介紹一個Apps 其實準確一點來說它是一個Plugin Tasker做了很多功能 但其實除了Tasker自己的功能之外 它周邊也有不同的Plugin 可以配合Tasker一起用 那我今天想介紹的就是這個Auto Voice的Plugin 其實都頗出名 還有很多人用的 那我就記得 在普遍市場上 就是要付錢買一個全版 但我也覺得是一個值得買的Apps 那當你去到Play Store之後 打開它 其實它本身就沒有什麼作用 只是一些設定的東西 例如說 會不會顯示一個Command List 你的Theme 是WhiteTheme還是DarkTheme 那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主要的功能都是在Tasker裡面開啟的 那不說那麼多 那我們就試一下去Tasker那裡 那當你打開了Tasker之後 你看到我有很多Auto Voice的 Rekonize的Command 那其實就是 主要是說 在Tasker裡面開啟的Profil 那之後再去做不同的Actions 那不如今天我就 示範一兩個 那最簡單的就是 如何Load Apps 那 那 那首先很簡單 我們又是加一個Profil 不改名的了 然後按 States 然後去Plugin 那你看到它有很多的 但是我們主要是用Auto Voice Recognize 然後會進入一個這樣的Page 那就 按Edit 對了 那看到裡面有不同的選項 那有Events Behaviour 那就是 它只會 令到那個Profil 是Active 一段的時間 好像一個Event 然後自己呢 就不會好像 平時我們Tasker的Profil 那樣長輪著在那裡的 那就按了它 Command Filter 即是說 你想說什麼 令到那個Action 去Activate 或者那個Task 去Activate 那 例如現在我想說 我想Load 這個YouTube Apps出來的 那我就說 嗯 Open YouTube 按 按 OK 那下面呢 就是一個Inverse 就是說 我說了這句話 就不會Activate 那個Profil 即是說 我說其他什麼都會Activate 那個Task 那你也可以用語音 說出來 但是我們剛剛打了 那 Exact Command 就是說 我要準確地 說了那個字句 才可以是Activate 到那個Profil 那 因為有時候 例如 可能你說 我想說 Turn On Wi-Fi 然後穿Wi-Fi 那樣 你有時候會說 Turn On Wi-Fi 然後可能你 後面有些美音 去聽到第二個字 那如果你沒有Take這個 它的Auto Voice 都會認識到 你的指令 然後都會做 同樣的動作 但是如果你說 它不是Exact的 你Take了Exact的Command 你有中間夾集的其他字 那 那就不可以 令到Auto Voice 去Activate 你的Task 是的 然後 也有兩個 頗為特別的東西 你就看到 有一個Command ID 和一個Last Command ID 其實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實際上 現在呢 它是說 可以將一連串的Auto Voice 指令 串在一起 那 這個呢 或者下次 會再拍一個Video 去特別講 這兩個Items 現在很簡單地學習了 怎樣用Auto Voice 的Basic Function 現在其實 基本上 已經Set好了 按個Tick 之後 出回去 跟著呢 你就要加一個New Task 進去 那 不改名了 那 我就希望這個指令 可以開YouTube出來 那 於是乎呢 我就 加一個Task 加一個Apps 跟著就 Load App 跟著它會有一個App List出來的 那 Scroll Down 然後 找YouTube 那就看到YouTube 可以選了 那 下面那些 不需要理會的 那 就要按Back 那 可能有時候 你未必說 只是想它Load出來的 可能它會跟你說 I'm loading YouTube 那你可以加上去的 那 我自己習慣呢 我就會先加個 嗯 Flash的Alert 就是有一些Text會出來的 那 例如說 Opening YouTube 那 Whatever 那你自己喜歡 Opening YouTube 那 放上去 然後 然後下面呢 再加 那 可以用一個Voice 那 按這個 然後按4 那可能就說 Opening YouTube FOR YOU 這樣 Op FOR YOU 那 你自己選聲的 Whatever 那 當選Google 那個先 那 OK 按Back 對了 那 一個很簡單的Task 就這樣搞定了 那我們出去 OK 那 就是這樣 那 那 你就可以在Home那裏找些方法去Activate它 那 那 最簡單最簡單的就是 加一個Shortcut 下去了 對了 那 那 就 找回一個Shortcut 先 對了 那其實我之前呢 已經在第二個Launcher那裏加了Shortcut 那 那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的 OK 那 你看到呢 我就 上面有一些私人的東西 那 那 我是加了Shortcut 在這裏 那其實怎樣加呢 其實很簡單的 因為我是用UCCW再加Shortcut 那你未必一定要這樣做 你可以長按 按吧 那就出了這個List之後呢 之後呢 之後按Shortcut 然後scroll down 之後找 Recognize 那它就會有一個Recognize的Shortcut 在這裏了 OK 讓它拌清一點 OK Whatever OK 那現在它有一個Shortcut在這裏 那 如果你平時按 那 它就會彈出來的 OK 那我們現在試一次吧 Open YouTube Open YouTube Open YouTube for you 你看到Open YouTube 剛剛又說了 是的 那YouTube就開了 是的 那就是 那麼多 其實Auto Voice 還有很多其他功能 例如說 Auto Voice Continuous 其他留言那些 那 我遲些呢都會拍多 一些Video 是 介紹多些Auto Voice 那今天是這裏 那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那裏 comment 那我亦都會放一些download link 或者相關的information 在Description那裏 是的 那 多謝